各位听见平安 我们今天看以西节书第25章的经文 从25章开始好像是一系列新的预言 开始讲到周遭其他的国家 然后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毁灭 还有以色列的渔民的这些预言都已经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今段会看到四个国家的部分 然后其实一直延续到32章 就是有针对亚门、摩亚、以东、菲利士、推罗、西顿 还有埃及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论述 相信你的上帝不是只有一个民族的神 他也是全世界的主 他也没有偏待人 他会照每个人每个国家所行的去对待他们 然后其实很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看一小段一小段的经文 你好像就很精确的记录着每个国家所发现 所经历的事情 其实相同的是 每个国家都需要经过考验 看看他有没有照他原来应该要有的使命来去洗 一旦恶贯满盈 神的审判就要领到这个国家了 以色列国就是这样 好 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 就是整个国家寝负灭亡被毒 然后 还有另外一部分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 其实原来以色列他们希望靠其他这些国家来帮助他们 但是不好意思 这好像是痴心妄想 不可能成真这些国家自己也没有办法逃离他们应该面对的审判 好 然后在今天经段当中第一节到第七节特别提到亚门人 好 亚门大概是有大国的东北一点 好 在政治上方面 他们跟以色列好像有时候是朋友 有时候又是敌人 大概有这样的关心 但是先知特别指责他们对以色列 好像有一点抱持着性灾乐祸的态度 好 然后 所以他们也要遭受亡国的审判 然后在八到十一节特别讲到磨压人 好 磨压大概就是于旦河东边 亚门的南边 好 磨压人也是因为他们像神的百姓好像 这样很过度的高傲自夸 然后要面临刑罚 他们接下尤大国好像跟其他国都一样好 特别他们讲说啊以色列的神跟其他的神还不是都一样 你不能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 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来一点是什么 其实叶尔华让尤大国面临灭亡是出于他自己的审判 好 所以磨压他们这样的讲法 好 他没有认清的事实 所以他们同样也要遭受亡国的祸患 好 再来是二到十四节讲到以东 哎 以东有罪 好 如果我们有一点那个历史背景的印象 啊 以东是就是以嫂的后裔啊 好 他们是大概 推断就是居住在死海道 红海东边的山地这边 好 在创世纪当中记载 但是他们常常来侵扰以色列民 然后他们也在旁边嘲笑这些 叶尔华人的沦陷 然后常常四节有动就要攻击以色列这样 然后 但是神把他们对自己子民所行的恶 当作是对他自己对耶和华神的毁谤 就定他们为罪人 好 然后在十五到十七节讲到费利士人 好 费利士大概是犹大国的西南 然后地中海淫岸的国家 哦 如果有印象就是以色列传统的那个劲敌 他们发展就大概跟以东很相似 然后也是趁犹大之为就不断的攻击 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可以花时间坐下来看一下 今天的经段 没有很长 好 一到十七节而已 但是针对不同国家 先只有很很简单 几句话几句话就描述了 但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神是俗人的神 他看见每个国家所行的 神同样看见我们每个人所行的 他会照我们所行的 待我们 当然我们现在在耶稣来临之后 他为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已经有盼望了 但是神的审判仍然临到 神是公义的上帝 他不会忽略 不会忽视我们所犯的罪 除非我们正罪会改到神的面前 要不然像这些列国 在旁边幸灾热物或者是取笑 都忘记其实自己所行的也是不易 我们人也常常会有这样的倾向 我们就是在旁边看戏啊 他做了什么 他家的事跟我没关系 但是这样真的合成心一麻 我们先来祷告 亲爱的主圣 求你帮助我们 联名我们 老师我们真的是看清自己 认清自己的本相 知道我们只是猛恩的罪人 主 求你赏赐 我们柔软的心 愿意回转向你的心 我们向你牵上 祈求 祷告 奉主 顺利求 阿们 阿们 你